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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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五禅师语录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金本 请看余路 第五段 法障比丘 对四字在王佛 发称信四十八种大愿 医愿酒精无量长节 休息大恨 自于因缘果满 自制成佛 法障转明弥陀 世界转明极乐 弥陀佛 但此心性乃身佛平等共有 不偏属佛 亦不偏属众生 若以心属弥陀佛 则众生 则众生乃弥陀心中之众生 若以心属弥陀 则众生 则众生乃乃 众生心中之弥陀 以弥陀 以弥陀心中之众生 念众生 其众生心中之弥陀 不因弥陀 好 请看这一段 好 这段语录 把阿弥陀佛 跟众生 我们众生之间的 内在关系 从四项和离体 两个层面 加以全息 对我们认知阿弥陀佛 认知自信的无量光寿 以及理解 为什么阿弥陀佛 跟众生 是母子的关系 具有甚深的价值所在 首先从事项上来说 净土法门的这种缘起 是法界当中 一件惊天动地的 大事因缘 无量寿经 给我们 施迦本师 为我们宣说 这个大事因缘 把这种时空的 这种 推缩到 无量久远阿珍奇 无央速的 远古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时空里面 有五十三尊古佛 彻底 在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 视线成佛 最近的一尊佛 是定光佛 就是 释迦摩尼佛 因地作菩萨 数得受寄成佛的清教师 又叫燃灯佛 那么 再往上推 像 月光佛 月面佛 沾谈相佛 这些往上推 推到 第五十三尊古佛 就是 四字在亡佛 好 那就在 定格在 四字在亡佛 他视线八项成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一个 国泰民安的 盛世 寿命 众生的寿命是 四十二节 我们知道 这个寿命长 身体就会好 福报就会大 智慧就会高升 跟佛的因缘 也会深厚 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四字在亡佛 为那个时代众生 讲经说法 当时有一位大国王 就听 四字在亡佛 讲经说法之后 当下就开悟了 心开意解 大车大路 就发起了 无上菩提心 就把 国王的位置 不要了 弃国 捐王 国家不要了 王位不要了 行着沙门 好约法杖 就是 阿弥陀佛的前身 法杖 必求 我们来看这些明字的表法 法杖 一切法的寒杖之处 四字在亡佛 在世间得大自在 而这个王表明第一 无以伦比 这个四字在亡佛 我们看到 法杖 比丘 为什么听 四字在亡佛 一讲法 就大色大悟 发起无上菩提心 这也跟 这尊佛 的 甚深的功德 以他 讲经 说法的 大自大悲 的这种 对 这个国王的 感召 是分不开的 我们 同他的名号 就能看到 这尊佛 是具有 无限的 悲悯众生的性 虽然他成佛了 他一定要 不断的来到 这个世间 是就代表 我们凡夫众生的 世界 而且他有 大智慧 大慈悲 在这个世间 五一六成当中 他不受他的 污染 他得大自在 而且是 不是一般的自在 是王 所以在世间 得大自在 又不断的 进入世间 这么有 大慈大悲的心 是不可能的 由这尊佛的 大慈大悲的 这样的视线 所以他的讲法 也是充满着 大慈大悲 充满着 对世间众生 慈悲 不舍任意众生的 悲心 所以这样的法 就对这个 大国王 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极大的感召 他就国王位置 不要了 也跟随着 试自在 王佛 来出家 来修道 这一出家修道 就把他的 大愿也发起来了 他竟然要发 这法障 必须一定要 发一个 不仅自己成佛 也让十方世界 无量众生 都成佛的愿 为了达到 十方众生 都成佛的愿 所以他就 要建立一个 最极庄严的 净土 那么这个净土 是超胜 十方三世 诸佛的净土 来广设一切 众生 到这个 无忧老处 快速成佛 你看看 那真是 清除余难 圣余难 这个法障 必须发的愿 却发出了一个 超胜一切祖福的愿 四自在 王佛 都非常欢喜 对于任何一个 老师来说 他 发现学生 要超过自己 他就高兴了 所以四自在 王佛 对法障 必须 这种大愿 给予了 高度的肯定 说你只要 自心去求愿 就像大海的水 你用那个 容器去咬 你 一事一事 尖着 接着去咬 你都能把 大海的水 咬干 得到大海 海底的珍宝 你这样自心发愿 何愿不得 一定能够 实现的 所以正面 给他的肯定 鼓励 但法障 比丘 还是非常谦虚的说 因为四自在 王佛告诉他 鲁因自知 你 你建立净土 在你的自信里面 你就具有这个 你自己回光到自信 就能够把你 心静 则佛土静的 这样的一个愿 兑现出来 但是法障 比丘听到这个话 他没有走 自力去构建 净土的道路 他说 思意红身 非我境界 为愿如来 为我广说 十方诸佛 建立净土的 原理和方法 就是 法障 比丘 他度众生的心 非常的 恳切 猛烈 自己建立净土 也最终能完成 但时间很慢 很漫长 所以他就希望 四自然保 为他加持 让他首先 在建立净土的起点 就站在佛的角度 来开始 就好像一个小孩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看得更远 所以这个 靠自信 去建立净土 这样的境界 不是我当下的水平 希望四自然保 你给我加持 为我从 佛的果决层面 给我帮助 这就是 净土中常说的 法障菩萨 在阴地就开了 以果地 做阴地心的 这个净土法门的 这个特点 自开 四自然王佛 也很欢喜 就加持他 让他看到 二十一亿 佛刹的 净土庄严的情况 以及晦土的情况 就是释放刹土 因为这时候 法障比丘 还没有六种神通 也没有天眼通 所以四自然王佛 就加持 让他看到 他方世界的景物 然后就像 电视屏幕一样 影视教学 一边看 一边让他看到 一边告诉他 这个庄严 是怎么成就的 那个庄严 是怎么成就的 修什么因 能得什么果 就告诉他 以及 他方世界的绘土 是造了什么恶因 才得周会图的 他方世界 所有众生的种类 根性 耗妖 的一些情况 让他一一了解 好 这个法障比丘 听闻之后 他看到 十方净土 那么 无尽的庄严 看到三个道众生 那么样的痛苦 所以他那种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心 更是 把他发到究竟圆满 这一念的心 就让他 就得到了六种神通 自己就得了六种神通 于是他就 找了一个 亲近的地方 自己端坐思维 思维 如何把 十方插土 精华 聚集在一起 如何对 他方世界 绘土的恶因 给他避免 如何找出 最好的方法 来平等普度 一切众生 他就带着 这些问题 去认真的 思维 这种思维 的时间 是五大节 五大节的时间 好 五大节 这就是他 最终用他的 慈悲 智慧 来凝聚了 四十八种大悦 就好像编一个软件程序 他把它完全编制好了 这时候他就来到 四十字在王佛的佛的佛所法会上来禀告他完成了四十八大悦的这种事情 四十字在王佛知道他大愿已经成就了 就让他在会上宣说 这一宣说呢 整个的这就是当作四字在王佛面 也就是四字在王佛 也是成佛愿力 成佛力量的加持 这个法藏菩萨开始宣说四八大愿 把四十八大愿宣说完成的时候 这个法藏菩萨还有一个请求内印 内向验证他的大愿是否真实 他就说如果我的大愿真实能实现的话 愿虚空从天空遇种种的妙花 愿虚空着震 愿大地震动 这个话音已经说 整个的大地六种震动 天空善下种种的妙花 善在四字在王佛法藏菩萨 以及愚会的大众身上 虚空发出美妙的音乐的声音 同时有一种声音告诉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也就是法藏菩萨一定能圆满大愿 因为他的大愿是跟他的成佛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每一个愿都是落不而者 不成正觉 落不而者不成正觉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 我就不成佛 我就不成佛 于是他把大愿的完成 跟他成佛紧密相关 大愿完成他就成佛了 或者说成佛了 他大愿必须完成 这两者是同时表达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桩 无量寿经展示的东西 虚空发出声音 是什么意思 这是法身来作证 受祭 受祭法藏菩萨一定成佛 一定圆满大愿 这样给法藏菩萨自身的鼓舞 以及给余慧的 所有菩萨声闻的一种鼓舞 都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法藏菩萨当时所发的愿 叫称性大愿 这个称性是什么意思 有的同修常常问称性是什么 就是称是称和 性是实相 如来 真性 说这个四十八大愿 是从他的真实心里面 实相心里面 真如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不是从心意识里面出来的 这叫称性大愿 这时候 法藏菩萨已经是八地菩萨的水平了 所以他才叫称性 所以这个大愿是真实的 是从真实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那么这个大愿 结成之后 一定要把它用行词来圆满 所以法藏菩萨发愿之后 就一向专制庄严妙徒 无量节以来 就为了实现这四十八大愿 来积功累得 广修菩萨六度万恨 实现种种的身份 供养祖佛 下化众生 这样的过程是经过无央朔节了 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 来修习菩萨的大恨 大乘菩萨的行词 这样在因地当中 它的因地的行词 是大乘的行词 就叫圆 圆龙 圆满 在果上就成就了 果上成就 当四十八大愿 成就之后 它就产生了一种力 叫愿力 这种愿力 自然地就把法藏菩萨 所有威系的烦恼 全都破弃 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地 就成了阿弥陀佛 当它成佛的时候 这个法藏菩萨就转名 就称它叫阿弥陀佛 它所建构的净土 就叫极乐世界 那么为什么称为阿弥陀佛 他用大愿把自信的 这个法藏的珍宝全都 显发出来了 就是无量的功德 无量功德当中 有两个核心的功德 一个是无量寿 是我们法藏里面的极定 一个是无量光 就是法藏里面的造用 因地当中的法藏 在果地上就是无量光寿 也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极乐 你看法藏比丘在因地当中 他做大国王的时候 那个世界也很快乐 自然微妙的五欲 但是那种快乐 还是跟痛苦有个对待 还是不究竟 还是会转化为痛苦 等到他所成就的那个净土 是离开了苦乐 对待的那种乐 那种乐是法性的乐 是涅槃的乐 所以就叫极乐 离开对待的 好 这种事项 在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法藏菩萨是观察 我们这些众生 这个发愿是为我们发愿的 这个净土是为我们建立的 最终的目的是要 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 令我们到净土成佛的 我们是了解这种事情 好 那进一步 从理论上来全新 阿弥陀佛 为什么叫他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 他里面包含着法界的奥秘 心性的秘水 是由于这个法藏菩萨 他身正 就是身心切正道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的这个功德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由他的愿心 清净心 平等心流现出来的 净土的全体的一身庄严 就是他的清净 平等 正觉的心 这叫唯心净土 他属正道的自信 就是自信里面 无量的功德法财 无量光寿 他正道 自信弥陀 所以他把唯心净土 自信无量光寿 正道了 他就当成阿弥陀 所以现在在果地上 我们观察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那在理性上 有点把握 这是自信的阿弥陀 是唯心的极度世界 好 那这个对阿弥陀佛来说 他是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对于我们这些众生来看 他也可以称为是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只不过是我们还掩盖在烦恼里面 在阴地当中具备 这个法藏菩萨在果地上圆满而已 好 那进一步的阐述一下 这个阿弥陀佛 就是法藏菩萨 他所正道的是唯心 是自信 那么这个唯心自信 是我们众生也具有的呀 我们跟阿弥陀佛 也是平等的 也是不二的 也是不真不减的 所以阿弥陀佛 这个法藏菩萨正道了什么 成为阿弥陀佛呢 是正道了我们众生 借耳一念的体性 他正路了 他就成了阿弥陀佛了 但这个借耳一念的体性 我们当下也是具有的呀 所以从理体上 我们跟阿弥陀佛 平等 平等 是不二的 那么但这个心性 不是仅仅是属于佛 就是这不偏属于佛 不是说就是由阿弥陀佛来专有的 不是这个 就好像知识产权 这就是我的知识产权 不是你的知识产权 不是这样的 它是共有的 不是偏属于阿弥陀佛那边 也不是偏属于众生这边 但是共有里面 却有主伴的关系 如果这个心性 是属于阿弥陀佛的话 这就以阿弥陀佛作为主了 为主 那么我们众生就为伴 伴就是伴随呀 我们任何一个事情 都有主和伴 就好像我们中国周一讲 阴阳的关系 你两个人待在一起 肯定有一个为主 一个为伴 一个家庭 两夫妻男为主 女为伴 一个单位 上师为主 下属为伴 那么佛来到这个世间 他也有主伴 你不能有两尊佛同事视线 一定是一尊佛 你即便是他方世界佛 再来也要视线菩萨的身份 为伴 但主伴要圆龙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任何地方都发现 这个主伴 它一定是一个法界当中 宇宙当中的规律 就好像两个城市 你在一起 也是一个为主 一个为伴 一阴一阳 在东北方 以北京为主 天津就为伴 这个在江西 那个两个城市很近 像南昌为主 九江就为伴 一阴一阳 它一定是 这个一种协调的 那么我们跟 弥陀之间的关系 在平等当中 有主伴的关系 当以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 我们众生就为伴 为伴的就是 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里的众生 阿弥陀佛的广大的 法报化三身 都能够包容 九法界众生在里面 你看就像观世音菩萨 那个身体的光里面 有五道众生在光中显现 一样 我们所有众生 都在阿弥陀佛的心内 这是第一层关系 如果把这个心 属于众生 就是以我们众生为主的话 那么阿弥陀佛就为伴 阿弥陀佛呢 就是我们众生心里的 阿弥陀佛 这两者是可以 互为主伴的 互为主伴才是平等嘛 对等关系嘛 如果总是以你为主 那就不平等了 所以这只是副为主办 那么这样的关系呢 就好像这个 摩尼珠啊 有着英陀罗王 英陀罗王它有一千个宝珠 这一个珠子里面 就包含着其他所有珠子的信息 当你注意一个珠子的时候 以这个珠子为主 其他的珠子的光影 就投注在这个珠子里面 当你注意另外一个珠子的时候 你其他的珠影 珠子的光影投到那里面 就以那为主 当以一个为主的时候 九百九十九个为半 就龙聚在那个地方 这样我们 阿弥陀佛也是一颗珠子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颗珠子 所以我们这些珠子的光影 也在阿弥陀佛的那个珠子里面 同样阿弥陀佛的珠子 以我们为主的话 阿弥陀佛那个珠子的光影 也到我们这个珠子里面来 这是华言的一个玄门 叫樱陀罗王 这个无碍门 好 我们从这个比喻来比喻 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 是附胜相及的关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好 那如果这样 我们念佛 就显得非常的亲切 那么我们念佛是什么 是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我们是在阿弥陀佛心中 是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念我们众生心里的阿弥陀佛 那这样的感应就是当下的 就是历史的 不各时 不各空间的 那岂不是众生心里的阿弥陀佛 马上就能够 硬核弥陀佛心中的众生呢 大家思维一下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就在我的心里 我也在阿弥陀佛的心里 我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这样的关系 来念我们众生里面的 心里里面的阿弥陀佛 你说这种感应 这种硬核是不是当下的 是不是非常亲切 佛菩萨有时候说 把一些众生看作自己的儿子 母子的关系还是显得 还很亲切 但是还有点疏远 最后直接说 是佛菩萨把众生就看作就是自己 等同自己 它就比母子关系 亲友关系更亲切了 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 阿弥陀佛是把我们看作是自己 就更亲切了 一定要把这种同体的 这种理合式 把它搞明白 我们跟阿弥陀佛是这种关系 好 请看下面 但佛悟此心 如醒时人 众生迷此心 如梦中人 离醒时人 无别梦中之人 岂离梦中之人 别有醒时之人也 但梦中之人 当不自认为真 亦不离梦中之人 别求醒时之人 唯因常义醒时之人 义之又义 则将见大梦践行 而梦眼大开 即梦中能义之人 即梦中能义之人 便是 所义 心时之人 而心时之人 非梦中人也 梦中人 众多 心时人 唯一 十方诸如乃 共同 同共义法身 一心 一智慧 立 无畏 一然 此乃 极易极多 常同 常别 法尔 至妙之法也 念佛之义 大略 如此 好 请看这一段 我们常常讲 念佛一法 是一代实教 身法做前法讲的 一个 楷模 他的 意理 极深 那么我们看这段话 是不是 意理 极深 有时候我们 绕着绕去 这在谈什么 好 这进一步 从这个 心佛众生 等无差别 这个 我们跟 阿弥陀佛 心性 平等 共有 这一点 再进一步 来 探究 虽然 我们跟 阿弥陀佛 共有的 这个 心性 肢体 平等 但是 在他的 断惑 修德的层面 是有 差异的 阿弥陀佛 因地 发大愿 修大恨 圆满大愿 的过程 他已经 悟到了 这个 心性 切入到 心性的 圆通常 把 心性的 无量光寿 把它 彻底 彰显出来了 这样就像 他是 醒过了 的人 醒了 的人 醒就是 觉 从 梦中 醒过 来了 朗然 大绝了 但我们 这些 众生 虽然 也有 无量 光寿 的 心性 但是 我们 在 迷的 状态 还在 迷惑 颠倒 还是 把这个 无量 光寿 的 心性 反而 做了 起霍 造孽的 能量 轮转 不休 这就像 梦中 人 还在 睡梦 中 他 醒不过来 而且 一个梦 接一个梦 而且 大多数 都是 做的 噩梦 所以 梦 住的 一环 扣一环 我们 这个 心性 早就 迷失了 有无明 就是 大梦 成为 无明 大梦 我们 都是 梦中 之人 好 我们了解 这样的 差异 但 尽管 有这个 差异 仍然 跟 醒时 人 是 密切的 互动的 我们 这个 梦中 人 是从哪 来的 不是 凭空 而来的 他 还是 不离开 醒时 之人 也 就是说 我们在 六道 轮回 在这 住梦 噩梦 不断 但是 无量 光寿 还没有 离开 我们 他 时时 还在 关照着 我们 还在 奴母 一直的 怜悯 我们 但是 我们 不知道 有个母亲 在怜悯 我们 这个母 就好像 醒时 之人 我们的 信德 当中的 无量光寿 在 事项上 表达 就是十万亿佛杀 之遥远的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 离开 醒时 人 没有 梦中 之人 进一步 说 你离开 梦中 之人 也不会 有 醒时 之人 我们 在那 做梦 就好像 什么 一个 比喻 就好像 一个 转人圣王 他睡在 一个 很 很华丽的 农场上 穿的是 很华丽的 国王的 衣服 长相也 非常庄严 非常 窥梧 然后他 睡在 农场上 在那里 做了个梦 做梦 梦见什么 梦见自己 变成了 一个 蚂蚂蚂 在 台阶上 就那么 找食 觅食 找饮食 而可能 那个 台阶上 正好就有一点 这个 比较 分心的食物 分心之后 这蚂蚁都 都 都赶紧去 相互之间 还在那里 竞争 还在那里 打架 为了争夺 那一点 荤心的食物 当在 做梦的时候 这个 床上的 他在 坐这 蚂蚁的时候 他全体 就是 那个 蚂蚁 他 不会知道 还在 那个 庄严的 床上 有这么一个 庄严的 形象 他一下子 变成 那么 露的 那个 蚂蚁 就好像 我们现在 在六道 轮回 这么 苦不堪 面目 猙獰 但是 我们不知道 确实 是无量光寿 但无量光寿 站在睡着 他做的 梦见的蚂蚁 就好像 我们在这轮转 我们忘记了 我们就是 阿弥陀佛 那种 身相 庄严的 这样的情况 但这个 蚂蚁 跟这个 国王之间 他没有离开 是这个 国王 变成的 做梦 成的蚂蚁 那那个蚂蚁 如果一下子梦醒了 他睁开眼睛 看 原来 躺在农场上 我是这样 庄严的 我怎么会 那么卑劣的 一个蚂蚁 昆虫 大家想一想 这个道理 所以 不离 梦中之人 别求 醒中之人 你就是 梦中的蚂蚁 你醒过来 你还是 省尸之人 那么庄严 所以 只要 在梦中之人 你不把 那个梦境 当中 真 你能理解 梦境的 空性 梦幻 抛淫 你当下 这个 不离 梦中之人 你就是 醒尸之人 诸佛龙 救命了救命了 这个老虎又咬我 那你这个 祝父母是不是 真的去拿一个工具 赶老虎 你这唯一帮助他的是 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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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了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那么 梦中 就是让我们在梦中 念佛 因为这个佛号里面 都是 朗然大觉的境界 都是 醒过来的境界 都是 醒时之人的 功德 所以就让我们 常常译这个名号 念这个名号 你这个念念念 约念呢 就叫深深唤醒 梦中人 我们主人公在睡觉 在酣睡 现在要把这个酣睡的主人公 这就是无量光寿 把它唤醒 怎么唤醒呢 念佛唤醒 不念佛 他永远睡在那个地方 永远制作 他的梦里面的 那个卑劣的身体 为他的真实的身体 我们可怜是可怜在这个地方 所以让他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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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这个体验 有时候做梦 梦到很 冤家对头 要追赶自己的时候 这是做噩梦的反悔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一念 马上就 境界就变了 就会醒过来 这是个小梦醒过来 如果我们进一步 像那个冤家对头拿着 道要杀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老是这样念念念 你可能这个 见或失或无名或 撑杀或 撑杀无名或 都给你破了 破了你就不 哎呀 都是假的 都是幻化出来的 我怎么那么去当真呢 马上智慧就开了 梦魇大概就是 般若智慧的眼开了 慧眼开了 法眼开了 这时候才知道 梦中在梦中念佛的那个人 就是鼠念的阿弥陀佛 你看多清晰 法藏菩萨发愿是 那我们大家都成为阿弥陀佛的 都是无量光受的 这样也就是知道 省时之人无量光受 可不得